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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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瓶寶寺裡面啊 就是我們就要看我們剛剛做出來的小刀片 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漂亮呢 就是一般的美工刀 它的刃口就是會這樣子 恰恰恰恰 這是我媽每天切魚的菜刀 哎呀我媽的菜刀也 恰恰恰恰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的少年 你知道你從小到大用過非常多種刀 從你剪指甲的指甲刀 你辦公桌上面的美工刀 你切菜用的菜刀 你飆車用的開山刀 不是是你開山路用的開山刀 其實刀的歷史呢 在人類當中非常的悠久 比如說在時系時代的時候 人類就會用黑曜石做成刀的形狀 而從時系時代演變到至今 其實刀有非常多種非常特色 在每個國家有不一樣的文化跟不一樣的型態 是一種非常夢幻美麗的藝術品 不過呢在世界各地演變出來的刀呢 雖然有豐富的歷史 但是你都能夠統稱為叫做一個蟹型的概念 什麼叫蟹型呢 蟹型就長這樣 其實刀呢以我的概念裡面 你可以把它稱為叫劈砍畫 所以劈呢它就帶有一點撞擊的意義 用刀刃呢然後去切開出你的物件 所以它切出來的介面 看起來不會這麼好看 不會這麼漂亮 但是劈就是很快 很強壯 而且它能夠快速地解決比較大的弓箭 跟畫呢 就是比如說用美工刀 把你的皮膚稍微畫開 手術刀將輕輕地把它畫開 所以其實完美的切割的切割面呢 它其實是用畫的 像小時候我們拿武士刀砍人的時候 你不是用劈的 其實你是要用畫的 砍出來的那個肉才會漂亮 小時候拿武士刀砍人 怎麼可能不懂字 而砍呢 從台語來的動作就是噴 你今天是不是去噴了 你今天 你有去噴嗎 所以砍這些動作呢 它其實就包含了劈跟畫 也就是你在噴下去的時候 你同時畫 把它畫開來 所以在劈、砍、畫這三個當中 它說一樣都使用刀 但是說產生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自己想出來的概念真的可以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刀 本身它的條件是什麼 可以決定你要用劈用砍人畫的 所以就是好比說你不會拿美工刀去劈彩 當兵的時候連長就給我們一隻美工刀的錯刀 他就說你把那棵樹 直接把它用錯刀把它錯掉 你就可以退伍了 你也不會拿開山刀去做手術 割盲場 對不對 開山刀這樣子 在工業裡面很精緻的刀片跟刀刃 當你要把東西或者你的物件切得更精密 更精準跟你所需要的刀刃 在日本文字道裡面稱為刃仙 這個部分你要做得越精緻 而且不只堅強帶有剛硬 更有一種永遠不斷的態度 那你就是一個好刀 所以總歸來說 刀到底是怎麼樣把你的物件切開的呢 它其實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是 經過碰撞跟擠壓 而去劃開你的物件分子 所以當你如果衝擊力越大 或者是你的裁前面突然越大力的時候 它因為碰撞擠壓 有些工具會變形 如果你的畫得能夠越精細 能夠做得越精巧的時候 那你的斷面就越漂亮 所以說我們在鐵工廠裡面 我們要切個鐵板 大家可以有看到那個增長嗎 而它也是一個長長的刀片 經由油壓的擠壓 把你的鐵板能夠漂亮漂亮的切下來 但是一樣的條件下呢 你如果拿一個木板去切 你的木板就會被夾爛 所以切割它雖然是一個很簡單的物理理理 但是它其實裡面也包含著非常高科技的深度 其實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東西 你只要經過特殊的加工 或者是加上特別的塗料 它都可以變成刀 你可以在YouTuber上面看到有一個頻道 它做得非常非常多種各式各樣的刀 所以陶瓷也能做成刀 紙張也能做成刀 Poly也能做成刀 大便也能做成刀 你知道在歷史上中 真的有人把大便做成刀 你做一次 不要我覺得這種東西讓鬍子來做就好了 我可以提供新鮮的材料給鬍子 如果他想要做的話 我覺得做大便刀需要有一種大胃的精神 總共一點是刀的歷史其實非常的長 光是刀的歷史我們能夠排出非常多集 給大家去做分析跟解釋 但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要怎麼樣做出一支能夠切割金屬的刀片呢? 如此神奇跟精密的東西要如何製造出來 於是我們找到了一家 位於台中清水成立於1992年 專門製造切削金屬刀片跟刀具生產的工廠 要製造出厲害的刀片呢 我們就要使用超精密的銀器 所以今天我們就用這間公司來替大家講解 這間公司他們就是在製造工具機裡面 所有厲害切割金屬的刀片 好比說不鏽鋼 或者是經過熱鼠魚的物件 這些都是非常難切割的 而這間公司 在製造這方面的刀片就非常厲害了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如何製作切割金屬的刀片 製作刀片呢 第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收集材料 而在刀片裡面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礦石 所以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採礦 當你收集好礦石之後 第二步就是 把它磨成粉 在所有的材質當中呢 其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屋跟屋 還有一些每一個工廠他們裡面特定的配方 而這些原材料呢 你把它打開起來就像這樣子 順中油架材質 巴拿背拿 頂控擋 柱拿擋 烤工油 柴背拿 過了是不是 過了 當你把粉末都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它掛成長牆的形狀 然後呢 當我們把它掛成長長的形狀之後呢 就比較好倒回去盒子裡面 好細緻的粉 A++ 當你提煉出屋之後呢 我們通常會加上一點點少量的菇 然後還有加上一些每一間工廠的特殊配方 就像可可樂一樣 基本上你是不會知道的 而當你把屋都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之後把它放到模具裡面 架壓成型 它長出來就會像這個模樣 其實呢 粉末也經這種技法呢 它就能夠製造出各種形狀 而且它裡面只要加上一些黏著劑 它都可以做出你想要的樣子 但是呢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 當你成型了之後 其實加工才是這個東西最難的地方 當你把毛胚做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到1400度裡面的真空燒結 它長出來就長這個樣子 而這種熱處理的方法呢 其實我們都非常值得拍很多集訊給大家看看 因為其實金屬在經過熱處理之後 它都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內部變化 好比是你的公司名字都一樣 但是裡面的人都不一樣 或者是你開一間公司 經過熱處理之後 它會變堅強 當熱處理完之後呢 下一件事你就要去做刀片的加工 當沒有加工過的刀 就像是一支武士刀 它如果沒有經過很好的研磨 那它就是一個彎彎的板子 總而言之全世界裡面的刀具裡面 加工絕對是它的靈魂重點 一個刀具加工的好不好 它也是決勝於它東西切得順不順利 那我們現在來看怎麼加工 在前面經過粉末眼睛跟壓住成形之後呢 其實金完燒剪 接下來下一個最重要的動作呢 就是要幫它做外徑的研磨 還有跟做它的刀口 你可以想像所有的刀件加工 它都是用剪法的方式在加工的 也就是不管是做武士刀啊 做開山刀啊 做美工刀啊 做剪刀 它都是做完成形了之後呢 然後去研磨出它的刀口 或它的刃口 在加工所有的刀片當中呢 它不會把它笑笑笑笑在半 欸你發現尺寸不夠大 再用焊接或是用別的方式 再把它機器接回來 那因為它這樣子都會破壞到 它本身的金屬的強度跟它的結構 所以呢在我們身後的這台 它其實就稱為叫外徑研磨機 也就是當你的弓箭到這邊來之後呢 你要怎麼樣製造出你需要的尺寸 它必須要把它研磨到 比mini還要再更小的原子數 它才能夠切削出更精緻的刀口 一般我們在切菜刀或切五四刀切魚頭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跟你媽講說 我的魚頭跟我的魚身要相差距離32mm 但是呢對於這種要切削到非常精密的基礎刀片呢 一直擠條都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的材料回來之後呢 我會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把它研磨成你要的尺寸大小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上面就是 研磨鍋外徑的尺寸啊 接下來下一個動作呢 就是要加工它的刃口 也就是所有刀裡面最容易化傷你的那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加工呢也是非常的困難跟非常的精準 你的加工工件它只要差距到一條 之後你的加工的物件上面 它就沒辦法做出非常密合的產物 所以說呢一把很好的刀 如果你的刃口磨得不夠漂亮 磨得不夠鋒利 那它還是一把爛刀 所以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下個動作就是要做這個 接下來呢我們就進行開槽 刀片的研磨跟刀尖的研磨 它這個精度呢可以看出它兩邊是不是對稱的 刃口研磨的這個步驟呢 它最難的地方就是你要看你的兩邊是不是有對稱 如果你兩邊磨得不夠對稱呢 你的業務就會告訴你說你只能使用這一邊 那但是呢它當磨磨到這麼樣的精細的程度 你要怎麼樣用肉圓去辨識呢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什麼呢 你需要瓶寶寺速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瓶寶寺 在瓶寶寺裡面啊 這樣講的痛苦耶 在瓶寶寺裡面啊 就是我們就要看我們剛剛做出來的小刀片 然後呢我們用60倍的放大鏡 把它放到螢幕當中的位置 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個時候我們要看什麼呢 就是看說它的外勁啊 跟外型啊 是不是符合你要的樣子 然後還要看它的刃口有沒有崩缺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 這樣子切出來的這個 超漂亮的 好你現在看來這個很漂亮對不對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個 不漂亮的刃口會長什麼樣子 我這麼貼心的人幫你們把它圈起來勸一下 小時候你們有玩過那個 就是比賽誰把自己的名字寫得最小 你們國小有沒有比過嗎 就是把那個鉛筆削得很艱難 你們小時候沒玩過這個 你們小時候好無趣喔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圈起來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來 各位朋友 這裡就是崩掉的地方 來看一下我手錶好了 這是那個子彈後面的那個銀杏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金屬就是崩的亂七八糟 這銅的比較軟 這邊 其實應該是說正常的金屬應該就比較像這樣子 它一般鑄造出來的金屬 鑄造的面啊 還是它的細紋材質啊 可能有充滿一些歷史感 這是一般的美工刀 美工刀 為什麼美工刀在那邊卡一根毛 它的刃口就是會這樣子 這樣子 恰恰恰恰 所以最後就只能拿來切紙的美工刀 它不能成為傳說中能夠切開金屬的刀片 這是我媽每天切魚的材刀 哎呀我媽的菜刀 也 上面還有生鏽 媽媽啊我們菜刀 alles 上面生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剛說的兩邊對稱 它到底做的多麼樣的精密 哦你看有沒有看到 那這種刀片可以用來幹嘛呢 可以用來做紡型加工 也就是如果你要製作的東西它是有弧度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圓形可以切割金屬的刀片 這個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刀片 那刀片做完之後我們要幹嘛呢 我們要拿去鍍膜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試狀況 看它是否需要去做塗層 或者是去做PVD的鍍膜 塗層可以增加刀片的硬度跟幫助潤滑 能夠排除弓箭碎屑的時候 讓它變得比較順 那為什麼要做塗層跟做鍍膜呢 其實在金屬加工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就是防止它氧化 或者是你可以鍍上一些更堅硬的材質 還是說你可以因為鍍膜之後 能夠讓你的切削工具能夠切得更完美 而塗層跟鍍膜在工業當中 也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這個東西也非常值得拍一兩集給大家看 歡迎廠商幫忙做 而我們今天做的這個BR刀片呢 它通常會是用在這樣子的刀具上 而這樣子的刀具呢 通常你只要裝在CNC上面的時候呢 它大概就是模擬成這個樣子 那它就會快速旋轉 你就會這樣 然後你就能夠切出像這樣子的 你家床單上面的柔順曲面 所以呢當不同的刀片 它用在不同的刀具上 你就能夠洗出平面 洗出平面 軌道 洗出鏡面 而且不用拋光喔 所以说呢 你想买他们家的刀片 并且在家里买一台CNC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用刀片 切出你各种想要的金属形状了 所以我还要买一台CNC 我刚没有说吗 没有 这不是工业常识吗 记得常看超人生少年啦 来看一下我的头发 使字线 然后你还会更新的头发 没有我头发没那么粗 这个叫蛋白质组织 我先看我的毛囊好吗 我的毛囊 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萎缩的毛囊 所以这刷要怎么样 刚好用弱 CAD就是CREATORS AND TAIWAN 是为新媒体创造者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现在你只要下载HIMIN VIDEOS AB订阅CAD 就可以提早两个礼拜看到我们的前期影片了 MASHI 好 谢谢大家